Google的这个清单里面 当然第一个 把它的名字 名称跟超连结 也一样两个东西 我希望可以把它get回来的话 第一个当然按右键一样检查一下 那检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它一定是一个 那个超连结 AHREF 看一下有没有它的那个 它的class 发现跟之前一样 也是没有 所以以后你会遇到很多类似 类似像说A没有class 那没有class怎么办呢 你就知道了 刚才有经验了 像上一层 所以像上一层的话就H3 H3有没有class 这个时候它的class叫R Google都真的很简洁 那城市真的都 大部分名称都取得很精简 什么G不然就R 很简单的一个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get回来 那其实就跟刚刚一样 第一个 我先把它的H3里面的那个 其实DIV应该不用 因为DIV只是外面一个框框而已 不需要 那如果未来你要抓外面 再抓里面也可以 只是大概就H3 所以H3的R 再抓里面的A 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抓到我要的资料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类似刚刚的做法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一样就是前面都一样 那我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直接把它的超连结贴上去 不过你会发现Q等于后面 因为经过那个URL的那个 Compiler Coding 它就Compiler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它的编码方式 当然就跟我们平常UTF8是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会是有这种乱码的情况 那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一样把它里面的资料 就是做抓取 抓下来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需要抓的第一个是H3 Class是R 那因为有很多个 所以是Find All OK 特别自由 那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我是建议 如果你还没有把握之前 你可以先Find一个 再Print 再往下 你不要没有把握 就一直往下 为什么 因为你会很惨 后面一直卡一直卡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都还没OK 所以我建议 一样 你先用Find 有没有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 先确定它能不能Print出来 如果可以 你再往下做 如果不行 请注意你就不要再往下 因为这个往下一定会 就失败了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第一个出来了 OK 而且吴老师 就是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不过我这个课程 这样有资助性行销 对那个 我现在想不出什么东西 不过你们自己可以找其他关键字 好 那 而且前面三四个连结 其实一个page里面 大概有四个是我的连结 四五个是我的连结 所以基本上这个关键字已经被我洗版了 很多关键字 其实你有心的话都可以洗版 但是其实google很不喜欢人家作弊 所以之前我也试过 有很多什么 有什么搜寻引擎最佳话 后来发现那些都没有 不是没有用 短期有用 后来呢 通通变列有黑名单 再也搜寻不到了 因为你作弊 他其实非常讨厌人家作弊 OK 所有老师里面 应该台湾 我想应该 影片数量有超过我的 应该很少 我每天都有影片产出 每一段影片都会上传 OK 所以这样想 底下都是我的连结 连来连去 你看我可以产生这么多效益 OK 再次题外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print了出来 第一个ok之后的话 再来你就把它print find all一下 那你会发现 find all就不是字串 它一定是个list 所以你就要去处理这个list 中瓜阿虎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看到中瓜阿虎 记得一定要用for回圈 我发现家伙同学好像都卡在这里 好 回圈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已经find all了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把这个做一个回圈 回圈应该会写吧 前面写很多了 把这个for 这个是我们的list in 其实for each in for each in 在st里面的每一个 帮我抓到st2 就是一个一个抓 一个一个抓 你抓第一个之后怎么处理 好 处理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到这个st2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a 因为我的h3里面有a 你就在下一 不过这个地方你就不用find all 因为里面只会有一个 你就不要用find all OK那是我的逻辑啦 我的是 反正呢有很多个就find all 有一个就find就好了 最好是只要有一个 为什么用find all 你要用配合什么 配合for回圈 所以记得哦 以后你要检查一下 如果是find all 下面一定要有个回圈 如果没有回圈 很抱歉 你就 除非你要知道第几个 不然的话可能会出错 好 那find的话呢 就find里面的超连结 丢到st3 我已经抓到了 所以这个抓到之后的话 后面就把它print的出来 这样子就完成了 所以st3里面的tester 跟超连结 帮我把它print的出来 OK那这样的话呢 解析出来的结果 OK 就会是如我们要的 不过这边好像上面这个 要把它杠掉 OK不然的话要多一个 要把它执行一下 好这样的话呢 就有大功告成的 其实结构如果逻辑清楚 说真的你要get 抓一个网络上的资料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我觉得啦 OK 不过前提是 你要能够真的 就有点剥洋葱的感觉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剥 那到底你要剥的里面 是一个还是多个 你就要用 记得哦 关键一样 find跟find all 这个其实都不是自己凭空哦 不然你也可以全部都find all 只是find all 每个都要for回圈 一个也可以for回圈 他跑一次而已 可是问题 光看到for回圈那么多个 光自己都觉得头皮发麻 OK有的时候错也不知道 错在回圈还是错在哪里 所以这个如果你清楚的话 那你就按照这个流程 我想应该get的资料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另外 书本里面 或者网络上 还有教另外叫slate的方法 那slate方法跟find方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slate方法是选取你的h3 或者选取a 那我觉得好像 感觉是一样的东西啦 只是说呢slate它可以让程式更精简 比如说呢我可以slate两个 就是我要的东西slate就选取 我的h3下面还有一个a 那你帮我去找到h3下面那个a 然后在网页里面如果很多个 它回来的也是会是一个list 那你就把那个list解析 所以我下面有补充一个 如果用那个什么呢 用slate的方法写 基本上上面都一样 你看差别只有在这里 sp.slate 不是find all slate什么呢 你就告诉他说 我在h3下面有个r的class class其实就是一个点r h3下一层 所以特别之后是标签下面有个class class用点来表示h3.r 那下一层呢记得用这个啦 大于符号 特别之后你不要打错了 不要打到小于 他不认得 他一定要是大于 这个是规则 请各位记一下 这个也不能改的 你不要乱改 那再来的话 我要在下面找a里面的超连结 好 如果其实其他都一样 他get回来就是会帮你找到这里面 网页里面有几个的串列 一样像刚刚一样就是串列列ser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把他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一个一个print出来 不过他的好处 程式好像马上变得非常的精简 有没有 只有这么一样一行 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出来 但是能不能成功的实行一下 你会发现结果有没有一模一样 结果一模一样 但是这种写法 我是觉得啦 当然快归快啦 但是做不出来的几率也很高 为什么 因为他不像剥洋葱 他就是一次就全部出来了 所以那个细节有时候没有看到 反而好像没有安全感 OK 我不知道啦 每个人写神诗的习惯不一样 我宁可就是我要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的做 不要一下全部出来 但是问题是 如果有些地方 好像 像 因为那个你一步一步来 你可以print print看到结果 print看到结果 但slate 好像就比较没办法 像 刚刚这样做 所以各有优缺点 两种方法 所以如果你find find这些 跟slate 这几个都可以熟练的话 我相信大部分网路上的资料 你应该都可以很快把它get下来 那从这几个例子看得到 其实 python真的在网路爬虫这部分 真的是 比其他的 语言 真的简单太多了 而且你也不用去 刻意去买一些什么 外部的一些 特色party的一些 韩式库或什么来安装 不用 它里面就有 这个beautiful soup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有把刚刚的程式 贴到我们的云端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slate的方法 其实就主要是这一段 OK 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刚刚的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试着用什么 用slate的方法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成功 理论下应该可以 然后这个部分 如果做完的话 那下一次上课 大概就要挑战更困难的 复杂度更高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由 简单到更复杂 其实 后面像台银的官网汇率 其实也 如果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 尽量也不要先偷看那个答案 因为其实最重要 你自己做出来 再看一看 如果差不多 其实我都是照同样的逻辑去写出来的 所以答案呢 如果你也是照同样的逻辑 因为答案也在相似 所以第一个 反正就一定学会检查 网路上的tag 跟它的class 不过像有一些网站 像Yahoo的股市就很麻烦 它里面居然完全没有class 它只有tag标签 完全都没有class 那这很麻烦 如果没有class的话 你有时候找资料 就相当的 相对的比较麻烦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再试试看 针对其他的网站 尽量可以找 我们今天没有练习过的 然后有机会的话 我想使用网页的机率太高了 那你有需要 比如说你要抓什么样资料的话 那你就可以 试着把它抓下来看看 那再来的话 尽量就是 把它做后续的应用 OK 那试一下 Google的搜寻结果 把它抓取下来 试试看